我們在上個禮拜看到很多 不管是國際的媒體 包括美國的國會山莊日報 或者是Foreign Policy 他們的外交政策的雜誌 那開始逐漸的去報導 比較貼近現在在烏克蘭 發生的戰爭的真實的情況 因為在更早之前 我們看到很多西方的媒體 幾乎都是一面倒的報導 那個烏克蘭大姐的消息 或是盡量是對烏克蘭有利的部分 但我們在上個禮拜就看到好幾篇 風向已經改變了 也不是說完全改變 但已經開始慢慢慢慢的去呈現 戰場上面真實的狀況 我們不能說他風向改變 因為事實上沒有改不改變這種事情 是接近事實 貼近現實 比較貼近現實 就比較貼近我們一路在這個節目裡面 跟大家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們也沒有偏好哪一邊 但是我們就盡量把戰爭真實的情況 呈現給大家 那我們看到有接連好幾篇 也是慢慢改變成類似像這樣 比較接近事實的做法 那同樣的在國際的外交氛圍上面 我們也看到有一點一點點開始不一樣的 就是你除了把俄羅斯壓制在這個戰場上面 或削弱在這個戰場上面 那你戰爭總是要結束 於是很多包含意大利或者是奧地利 連美國他們內部都開始有不一樣的聲音 他們希望大家去思考 那這個戰爭的中戰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戰爭不可能永久打下去對不對 就算是打半年打一年打兩年打三年 你到最後還是有要結束這場戰爭的時候 那我們如果現在這個時間點去想像 那戰爭應該要怎麼結束 那我們現在沒有答案 但是現在已經美國的智庫已經開始有人 在提這樣子的問題 那如果美國一直援助烏克蘭 但是烏克蘭又沒有辦法打贏的話 那美國怎麼辦 就等於說 雖然美國沒有直接介入到這場戰爭裡面 但同樣的意思是美國也陷入這場戰爭的泥鬧 拜登上個月就是援助烏克蘭400億 那他可不可能在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又再援助400億 美國再有錢他也沒有辦法這樣子 就是我們看這場戰爭 美國援助的方式是直接用武器 雖然他沒有人員的損失 可是他這些武器裝備的損失 這些錢表面上是租借法案烏克蘭要還 但烏克蘭能不能還 事實上大家都沒有把握 所以如果烏克蘭不能還 那是不是美國的武器彈藥 美國的很多實際上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援助 其實就是美國再打一半的這場戰爭 那美國能夠撐得下去嗎 那現在是開始美國內部陸陸續續有人在問這個問題 同樣的法國總統馬克宏說在前兩天說 普丁普丁犯了很嚴重的錯 但是重點他前面指責普丁那段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後面補了一個 他希望現在的各國不要去羞辱俄羅斯 因為馬克宏的意思就是這場戰爭總是要結束吧 那你結束之後我們必須要修補關係 那你現在把俄羅斯羞辱到 類似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完以後的德國一樣 那你要面對的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等著你 馬克宏的出發點是這樣 那當然馬克宏這樣子說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就很不高興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要直接反指馬克宏說 馬克宏說不要羞辱俄羅斯的這句話 就是馬克宏在羞辱法國 這個也很奇怪 這是外交辭令 對但我們知道就是歐洲他現在能夠做的事情 他經濟制裁可以制裁的也制裁完了 那第六個package就制裁的package 就是禁止原油那爭議很大 所以前兩天瑞士經濟部長帕爾梅林他就講 他就說現在很明顯的看起來 現在很明顯看起來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 並沒有發揮想像中的作用 因為帕爾梅林他就反問大家一句話 我們為什麼要制裁俄羅斯 是因為我們希望停止這場戰爭 但我們制裁了那這場戰爭有沒有停止沒有 那既然我們傷害我們自己的經濟去制裁俄羅斯 但是並沒有讓這場戰爭停止 那就表示我們制裁的這個措施跟想法是必須要再重新思考的 這個是整個大的氛圍我們在上個禮拜看到 有一些國際上的各國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討論到烏克蘭的情況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慢慢語帶保留了 包含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 就是約翰沙利文 有記者問到他 那他就問到現在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那他就告訴記者說 美國不能跟俄羅斯斷絕關係 這美國是不可能跟俄羅斯斷絕關係 不論任何困難的情況之下 美國都必須要跟俄羅斯保持聯繫 那這就跟當初開戰 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的情況又不太一樣 那個時候 美國的政界的呼籲就是要全面孤立俄羅斯 就是切斷所有俄羅斯的關係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烏克蘭的外交部長 或哲連斯基他到全世界各個地方的國會去視訊演講 或者去拜訪講的就是希望大家孤立俄羅斯 但現在美國自己出來講說 我們沒有辦法跟俄羅斯切斷關係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兩戰爭繼續打下去 其實是不可能完全切斷跟俄羅斯的關係 制裁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你斷絕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這是非常不聰明的做法 所以美國現在也慢慢慢慢在調整 所以在後烏克蘭戰爭的時代 大家還是得跟這個北極熊相處 對 所以你不能羞辱他 你也不能跟他完全切斷的關係 對 所以還是要看現在這場戰爭回到戰場上來看 那此時此刻的狀態是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烏克蘭你在戰場上面 如果你佔優勢的話 那你希望別人切斷關係 別人就會切斷關係 那為什麼現在開始這些聲音 會 對你的支持開始動搖 就是因為在戰場上面的局勢 是真的對你比較不利 不利 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我們還是一樣 按照哈爾科夫 北頓捏斯克 19母北頓捏斯克跟赫爾松 這樣子 我們順時針看一下 目前在哈爾科夫這邊的戰況就是 俄羅斯重新佔領一部分 之前他們退出去的村子 那因為俄羅斯重新佔領了 所以烏克蘭也想要奪回這個村子 所以現在哈爾科夫這邊的戰爭又開始 就是戰鬥的狀態又 原本已經慢慢慢慢變得比較平穩 現在又開始升溫起來 那我們看到俄羅斯開始在 比爾戈羅德這一帶在增兵 他增兵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過去這一段時間 大概半個月左右 在邊界這邊的烏克蘭的部隊 一直不斷的在炮轟俄羅斯境內的一些村莊 而且造成死傷 那這個對普丁在國內有很大的壓力 他必須要去處理 所以有人對這邊的穩定情勢 會開始有點擔心 我們等一下看細節圖的時候會跟大家講 那另外一個就是19母 19母這邊本身19母的前線沒有變化 那利曼已經被俄羅斯完全控制了 那利曼控制了以後 接下來就會往斯拉夫揚斯克的方向發展 會營造出下一個階段 就是也不是下一個階段 營造出後續對斯拉夫揚斯克處理的準備動作 那再來是現在目前最激烈的北頓涅斯克 那烏克蘭的軍隊他重新進到北頓涅斯克市裡面進行反攻 然後另外就是俄軍從南部去逼近巴赫穆特 就是交通的重要的枢紐 那另外就是赫爾松跟尼古拉耶夫上個禮拜 也打得很激烈 就是其實烏克蘭反攻失敗 因為這是一個連續好幾波的反攻 那我們說反攻失敗是前面幾波失敗 那目前他還是繼續在反推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所以目前在克里夫洛的烏軍 在持續做作戰的準備 所以他這邊聚集了非常多的軍事物資 所以這兩天俄羅斯的轟炸 是針對克里夫洛來的